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我们看到 普京这次发起袭击非常突然 开战一个小时就把乌克兰的海空军给消灭了 就这一下把各方都打懵了 几乎没有人想到 乌克兰的海空军在大国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甚至连美国中情局都认为俄罗斯将三天拿下基附 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拿下 乌克兰估计是很快的事情 在逼者看来 这显然是误判的 乌克兰国土面积比德国和英国架起来还大 人口也超过四千万 怎么可能几天拿下呢 宇宙第一强国美国 二十年前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 不都花了个把愿吗 当所有人都把目标聚焦到城市的时候 俄军打击的主要对象根本不是城市 而是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开战四五天后 俄罗斯已经炸毁了乌克兰 一千多处军事基础设施 完全掌握了乌克兰的制空权 如今 俄罗斯的大部队 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开动 路上没有任何抵抗 也就是不到一周时间 所有乌克兰的主要城市 都已经被俄军分割包围 那么 我们现在再看 短短不到一周时间 俄罗斯不但掌握了乌克兰的制空权 而且分割包围了乌克兰的几乎所有城市 这样的战果还不够大吗 不要忘了 美国狂轰滥炸 阿富汗守一个多月后 塔利班才放弃退出喀布尔 俄军到现在都没有对乌克兰的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但俄罗斯的战术目标都在达成中 现在俄军采取的是怎样的军事策略呢 答案很清楚 主要采取了三个策略 一 有限的轰炸主要设施 不但不针对乌克兰人 还尽量减少伤亡 迄今为止 俄罗斯只是对包括市政大楼 电视台等具有政治功能和异议的建筑进行过轰炸 俄罗斯为什么如此温和 原因很简单 这些地区未来俄罗斯都是要自己统治的 现在炸烂了未来还得自己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进行大规模轰炸 造成的损失太重 尤其是死伤太重 与乌克兰人民就会结仇 未来统治会变得很困难 且统治成本也会更高 二 使用武器非常克制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会发现 俄罗斯在乌克兰用兵真的是太文明了 普通老百姓街边 拦着坦克装甲车不让走 结果俄军是真不走了 甚至大部队直接掉头绕路走了 连街上的护栏都不愿意撞到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是美军呢 恐怕就直接撵过去或直接打死了吧 也别说美军 就是美国警察 看到美国民众如此 那也是会直接开枪打死 三 控制规模打 俄罗斯军队在攻打城市之时 一直显得非常克制 虽然看起来非常激烈 但大家可以想想2008年 打格鲁吉亚的时候是什么样 上去就是一顿狂轰烂炸 直接打探了教训一顿就撤了 这次则不一样 哪怕现在俄罗斯控制了领空 俄军依然没有进行大规模轰炸 虽然战局开得很大 但打得一直很收敛 俄罗斯没有像当年打格鲁吉亚那样 而是采取了逐层推进 分割包围 克制的使用武器等措施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俄罗斯这场仗打的是 有非常清晰政治目的的仗 普京的目的是什么 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这两个目的可不是教训一顿就走 也不是炸完不管 而是要控制乌克兰进行统治 这就决定了普京选择了 一种相对较为温和的手段 他想用最低的成本来赢得这场战争 更重要的是他想赢得乌克兰的民心 从而在未来的统治中 不至于遭到太强的反弹力 试想 过去八年乌克兰 是寡头政治统治 纳粹分子横行 现在俄罗斯来了 他们的日子可能反而过得更好了 去军事化 那当然是炸军事设施 把那些主要军事设施都炸了 乌克兰去军事化基本就完成一半了 接下来 就是一步步把乌克兰当局耗掉 然后一步步把乌克兰 整个中东部全部吃掉 虽然俄军还未拿下基辅 但对基辅基本完成了核为 拿下只是时间问题 现在俄军还主要是靠地面部队去打 没有大规模动用空军 也没有大规模使用导弹 没有大规模使用导弹 是因为俄罗斯的巡航导弹 本来数量就不是那么多 其次巡航导弹太贵了 至于战机的轰炸 应该主要还是考虑不希望把城市打烂 当然 从俄军巷战的情况看 也并不是说俄军不想更快拿下城市 是因为在没有动大杀气的情况下 地面部队推进的确有些吃力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足够多 足够好的无人机 试想 如果有中国那么多 性能强大的一体无人机 这些城市早就拿下了 根本不用等到现在 所以俄军没有拿下这些城市 主要原因是常规武器不够给力 战法太老 再加上没有那么强的急迫性 所以城市拿下速度就没那么快 但是 这并不影响俄罗斯军队的整体推进 也不会影响俄军 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目标达成 只是时间略晚而已 其实 这场仗打到现在 我们回头看这几天 普京战略上非常清晰 战术上也没什么大错 所谓的拿下城市慢了点 一则是限于巷战资源能力上有短板 但更重要的还是不想现在就动大杀器 想留空间 当然 如果俄罗斯早前能够弯点腰 从中国购买一些性能强大的无人机 那这场仗打得要漂亮得多 但是 一方面俄罗斯不想弯腰 另一方面也不想花钱 所以现在城市战 打得看起来并不算很好 当然 那几天也无关大雅 不会对局势本身产生本质影响 那么普京是不是真的就不下杀手了呢 也并非如此 他还在等所有大部队都落好位 当所有城市都被围得结结实实的时候 俄罗斯一定会对相关城市的守军进行劝详 只要一个城市因为投降而保住了 那么接着就会有更多的城市投降 这就是普京所想要的效果 以最小的伤害拿下城市 那么 如果继续有城市坚守不降呢 那大轰炸就来了 相关重要基础设施 坚守的乌军 会被炸得一塌糊涂 用强攻的方式攻破城池 当军队不断向中部地区集中 不断拿下城市后 等俄罗斯拿下了基辅以东的地区后 俄军一定会向基辅以西地区迈进 很多专家都说普京不一定会进攻乌克兰西部 但其实普京必然进攻乌克兰西部 试想 普京的目的是要对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就是要把所有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都炸掉 把所有军备都没收 把所有军人都缴械 不去西乌克兰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 去纳粹化 就是要把乌克兰的纳粹极端分子都抓住 不去西乌克兰怎么消灭那些极端分子 如果留下西乌克兰 岂不是留下了西方支持乌克兰的空间 然后反过来持续打击俄罗斯吗 普京怎么能耗得起 所以普京这一次 要做到的是拿下整个乌克兰全境 整个军事行动周期 大约会持续三个月到六个月 这都是必然要做的事情 既然这个目标是明确的 战争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干嘛急于一时 去花巨大成本攻下城市呢 毕竟俄罗斯没有像中国那么先进的无人机 做不到高效的巷战 如果用战机轰炸或导弹轰炸 那得投入多少钱 对俄罗斯来说 经济上已经遭受到了西方的最严厉制裁 打仗那肯定是能省就省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几天战局 普京的战略战术目标都在稳步推进 一点没耽误 看起来西方渣渣呼呼制裁的很严重 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住俄军前进的脚步 这才是本质 尤其是现在俄军已经击本队 乌克兰首都基辅完成了合围 那么当再打两天还拿不下基辅 俄军肯定会动用轰炸战术 到那时也能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有助于在其他城市快速令守城乌军放弃抵抗投降 普京这场仗打的是足够高明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 普京这场仗打得非常节约 这有利于未来俄军对抗北约 另一方面 普京这场仗最终如果以非常文明的方式打下来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 消化东乌克兰肯定没问题 政治上只要没有与西部乌克兰人民结下仇恨 那么扶植一个亲俄政权 最终就能把乌克兰的格局给稳住 如此一来 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安全空间就出来了 普京能否完全达成其战略战术目标 我们接着往下看 估计到了4月份 局面就基本明朗了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